好 這個是宋兄 你說這個是三的四 這是三的四的概念 他就是團成的 為什麼是三的四 他三的四就說以前我們 譬如說有人複系傳承 要尬新主 譬如說他後面沒有指示 你說要抽禮物水 他駕過來的時候 跟著主星跟著一起過來 你就要傳承 小孩子譬如說有的性 這個性子 有的性的性子 傳承到那邊 或是以前的生存環境不好 有可能譬如老公不去 或是母不去 要再到組合 你們兒子 照我們兒子 打我們兒子 因為通常他就是說譬如說生女婦 生女婦就沒有團嘛 對 沒有團他現在就是長老公 長老公來團這邊 這位 老公這位說是他也要團 所以老公這位要團 現在母這位來說的時候 他就抽一個回去線 他們的線 以前叫他抽禮物水 為什麼禮物 就是說很雜貨 像禮物這樣 才有這個禮物水這幾歲的來源 就這樣子 就是長老公 現在有時候這個老公來 外海了 四老公 以前四老公 男人沒辦法 養活一家 對 孩子那裡沒辦法帶 所以他現在又用他的生 再長老公 所以告訴我 後來有時候幾歲 是這樣子 我不覺得當中我五歲 五歲 當中五歲 公公審 生命以後旁邊有個性子 男生如果嫁他都倒 不是 以前的男生都要做事情很辛苦 女婦要出去拚 所以女婦以前三十多歲就是 女婦換到八九十 所以說男生很容易死 所以他才會一直再照老公 你生長的就一直照 一百年前臺灣人的平均說明才三十幾歲 三十八歲 一百年前 另外一種就是說 也有一種來做長官的 長官的感情有夠的 你都沒有效率 後面這個小孩就幫你擺 所以當中就去擠一塊身體擺 那個長官做什麼 一輩子都賣給他們家 他沒去 孩子感恩 他也搭請這個家有到 他也幫他擺 我們聽我們爸爸說 我們以前也要請過長官 結果我聽我媽媽說 他一枚都結整個飯了 你知道嗎 三十四碗 十七碗 都七碗 他說都不用配菜 他就覺得 像北飯 他就感覺很美味 飯說魚 沾沾沾沾沾沾沾 這樣連續結識 以前的人 很辛苦 所以有什麼拜飯 就是你在世都吃不來 做時就拜一個飯 對 才有米湯吃 拜飯要做漸漸 就是漸完飯 是這樣喔 現在人家吃飽飽 三文字衣 不如就先來拜拜 你的顏色出來一定要拜飯 也不見得 因為你以前的生存物質 是這樣子的東西 顏色那現在要拜麥當勞也不可以 不浪費 有到你 有到你 營養師說只能吃這樣 其實你現在拜飯要漸漸漸 他會把你撒倒回來 他說這個糖分 這個容易胖 好 那這個錯別字呢 你說如果祖先的香爐換柔 不要高興太早 怎麼說 這個是因為我在過去採訪的一個三龍法師 他曾經處理過的一個案件 那現在講這個之前 跟聽完各位前輩講到 就是關於這個掃墓 我覺得其實讓我想到一部電影 就是可可葉總會 他有講到一句話 真正的死亡是被遺忘 所以我們在這過程當中 祖先他們離開時 如果你還是惦記著他 有跟後代的子孫 說葉葉曾經怎樣 爸爸曾經怎樣 這其實他的死亡並沒有這麼可怕 他是被不斷地承接傳承下去 是 那回到這邊 畢竟人死後可能他們的祖先 有時候他們傳達的方式 不外乎就是託夢 或是一些比較玄乎的事情 對 那三龍法師那時是一個陳小姐 他一開始他們祖先的這個爐發爐了 那老一輩都認為說發爐是件好事 可是連發三四天 他們就覺得好像不太對 所以才跑來問一下這個 那個三龍法師說 如果連發三四天就變成連發科了 好像也不錯 後來他們就說 那他就開始詢問到說 你們這個掃墓多久沒掃了 清明節你們這次要 勢必要回去掃一下 因為你得看一下你們家的墓園的狀況 就他們一去的時候發現他們這個墓園 他們的墓碑是黑色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掃墓的時候 他的墓被燒到那個全部都變了黑了 因為發生火災 對 可是就變成說 其實大家在社會案件 我在跑社會案件的時候 常常在這個掃墓的時候 你仔細看 火災率非常高 就是墓園就燒起來 為什麼 有三個原因 因為我朋友是 他是消防隊 他是凱城 他就說到他們消防人員都說掃墓結 叫做燒墓結 就是第一他們墓園管理師有時候 他們不會去真的給你乖乖的割清草 他們就用火燒 對 燒完之後打電話就報警 叫消防人員來 就這樣子開始 因為他是最快的方式 對 那他們就變成說 很多人的祖先是一直被火烤的 才會有這延伸發炉的狀況 是 那第二就是有老一輩的人 就覺得割完那個草 就是要用燒 燒成這個灰燼 才不會再長比較快 但這個也會延伸出很多的問題 所以像我們看到這個照片 這就是大家當時分享給我們的 你看到這個墓碑全都是黑的 都是別人家的這個墓 然後我們看到這條白白的這條 這個是水線 消防員就跑到這邊去打火了 對 然後我們看到另外一邊就是 所以他們在掃墓的時候就看到消防員 你壓一下 因為他會反光 對對對 消防員基本上就是像這樣子 他們一天到晚都在這個墓園裡面 拿水去澆人家的祖先 要不能等著祖先被火這樣燒 他的頻率有多高 那天我跟他三月中的時候 跟他約吃飯 烤肉 去那個牧場烤肉 他手上戴了一隻手錶 是可以連接他們消防隊的app 他烤一個肉 他手上響了三次 他說我在來跟你們烤肉之前 我一天已經打了四次的火 火打不完 對 那再來就是有老一輩的 會覺得說在燒這個紙錢 看到那個紙錢有火在燒在飄 那其實是物理現象 但他們認為那是好兄弟在 別人這樣會尬 對對對 人龍捲風 他們說那個不要碰不要碰 跟好兄弟搶錢 你可能會有事 所以他就讓他這樣飄飄飄 飄那邊然後那邊又燒起來了 所以他們其實要跟大家呼籲 就是在掃墓的時候 這個火災或燒這個野草的狀況 盡量不要 不然真的對別人 祖先也不好 對這公安意外也會很大的影響 那牧原到底會不會牽動家運 你說你有跟三龍法師討論 對 因為那一陣子我在做這個掃墓 跟稻墓這些專題 其實就聊到很多這個家運的事情 那他之前就有提到說 我們有時候掃墓 其實除了看你的墓碑是 有沒有被燒成黑青麻烤之外 他其實會有很多 像是一種植物叫鉤樹 他的生命力很強 他一年都可以長比一個人高 那如果你一年沒去掃兩年沒去掃 你可能這個構樹如果就長在你們的木丘上 他那個根是可以鑽進棺材裡面 像鋼丁這樣穿破的 那三龍法師那時處理的是有一戶人家 他們就是他們的家裡的後代子孫 就常常出現頭的問題 什麼大叔公得腦癌 誰誰誰的兒子出車 或頭撞破 要不就眼睛出問題 就不外乎這些 那大家吃飯的時候 或是臉書發文 這個發久的時候就覺得 怎麼我們家後代都是這兩個地方 都出問題 他才去慢慢的想到這個狀況 才去請教這個三龍法師 他們就這樣詢問之下 就說你們多久沒去掃墓了 他們才面面相去 就笑一下 就大家忙嘛 就沒空嘛這樣 他說那你們就回去看一下 他們回去時那時三龍也有去 就看到那個木丘那個原本是很飽滿的地方 就長了一棵构樹 他就覺得不對勁 他就說那可能就要把骨頭撿起來 如果你們真的沒時間 來到這麼遠的地方 少 那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現代的做法 拿去哪邊牽掉 就在這個開關的時候 所有的答案都揭曉了 為什麼是頭跟眼睛 因為构樹的根穿破這棺材 貫穿他們祖先的腦 從眼睛這樣長出來 所以這個一掀開 這你也說很玄嗎 他那個一掀開 他那個答案就已經知道眼前 所以他 我也很深信 有時候我們要是覺得身體 或是運勢不順 你一直去拜一些神明 跑去哪裡拜財神爺 真的不如先去拜祖先 我跟你講 手機賺過 對 好像很不好 一定的 那我請教一下小東瓜 像我看那個鄧小平先生 他就海葬 那個怎麼掃 先回答答案怎麼少 我們有很多客戶 有各種不一樣的掃法 因為海葬算是個比較新的觀念 尤其像現在雖然已經推廣一些年了 但是實際上執行的人 還是相對比例比較少 但以為我們自己公司碰到一些客戶 他們做海葬 他的祭祀怎麼祭祀呢 因為臺北多半都是魚人碼頭那邊出海 所以他們就會在魚人碼頭附近 找個餐廳 然後包一桌 然後大家就聚在那邊看著海 他覺得那就是一種就是追刺的方式 搖劑 吃飯這樣 對對對 那不錯 這是一種搖劑的概念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吃海藏喔 對 但是旁邊就是一個海藏餐廳就包 這個黃瑜大哥有概念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我印象比較深刻 好吧 來 先休息一下